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知道袁医生今天有很多东西跟我们分享 在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 癌症是全球发生和死亡的主要原因 在2012年有1400万的新发癌症病例 和820万的癌症相关死亡 预计在未来的20年 新发病例也会增致到70% 在2012年男性五个最常见的确诊癌症 是肺癌、前列腺癌、结肠、直肠癌、胃癌和肝癌 而女性方面呢 乳肺癌、结肠、肺癌、肺癌、子宫颈癌和胃癌 是大约三分之一的癌症死亡 其实是源自五种行为和饮食危险的因素 第一是高体重指数 二是水果蔬菜涉入量低 三是缺乏运动 四是使用烟草 五是喝酒的 那烟草使用呢 其实是最大的癌症风险因素 它导致了全球20%的癌症死亡 以及全球70%的肺癌死亡 例如是月肝病毒和甲肝病毒 和人类乳头瘤病毒 这些癌导致死亡的病例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 达到20% 我说月肝病毒和丙肝病毒 因为甲肝病毒好像是食物比较多些 原来跟收入有关 是的 而全世界每年60%的癌症新例 发生在非洲、亚洲、中美洲和南美洲 这些地方逆弱占全世界癌症死亡率 是高达70%的 那在未来20年当中 估计每年的癌症病例 在2012年 1400万会上升到2200万 就是看现在的趋势 是不是癌症不但未受到控制 是一直有上升的趋势 我有另外一个资料 可能跟大家分享过 预计是好像2050年左右 地球上一半的癌症都会发生在中国 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一些真真正正有效的 实惠的预防癌症的方法 现在传统我们过去通常都见到很多些事件 是否检查预防 X肝预防检查 做个子宫抹颈检查 做个大照大张镜 其实真的不是一个真正的预防 事实上 其中高达80%的患者 其实是可以在生活中预防的 这个当然好过病了之后 出皇季的医疗费用去医治 结果都是处理不到的 不如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预防 真正的预防就是这里 袁医生 我知道美国自然医学专家有12种 世界上最优惠的防癌处方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了 那你就看到了 真正的预防 就不是做些试检 不是做些及早的检查 真正的预防是我们那个 生活的方法 饮食方法 他就说是80% 你想想多无畏 就是癌症是一个最大的杀手 其实很多很多文明人的病 其实真正的预防是我们平时的生活中 可以做得到的 好了 这个资料是美国自然医学专家推荐出来的 预防方法 第一 就是每日走路一个钟头 其实中国也是有一种说法的一种言语 就是饭后百步走 活到九十九 这个是一个中国传统的一种流行的 就是所谓的养生的方法 到底有没有复合根据呢 原来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就针对了七万个人的长期研究都发现 他说每日只要走路一个钟头 就可以降低一半患大肠癌的机率 而疑线癌呢 是跟身体的热量过高都有关的 那走路是可以消耗热量 也可以直接预防疑线癌的 那我知道呢 运动之后会怎样呢 我们会出大汗 那这些汗呢 是帮助身体体内的圆 和C这些致癌的物质呢 除了汗水排出体外呢 是得到预防的作用的 是这样的 那你也看到呢 那这些这样的说法呢 饭后百步走 活到九十九呢 其实是现在已经被科学证实了 是 那我们要知道呢 现时的处理癌的方法呢 也都好得做一种叫高温的治疗的 那有一种就是用那些红外线 来做一个令到身体的体温增加呢 从于是大量出汗的 但是你知道呢 香港现在呢 很多人呢 在那些在会所啊 有很多有些设施啦 有很多就是帮助你啊 用桑拿啦 用那个干的桑拿呢 或者是蒸汽的桑拿啦 那也都有一些呢 是用那些 游水池边边很多时候呢 都有一些那个 那些水池啦 那些水池啦 温水池啦 那其实你去那些地方呢 去做这些 进行这些治疗啦 很多时候呢 就会令到你很快就出汗了 那那当然呢 運动本身都可以令你出汗啦 尤其是香港地方呢 其实呢 都要经常需要走路的 不像外国西方国家呢 就经常要駕駛车 那香港呢 其实駕駛车都不是那么方便的 很多时候呢 都需要我们多些去走路的 那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啦 每天走路一个钟头 第二呢 就每天呢 最少要开窗半个钟头 嗯 为什麽呢 我和大家都分享过呢 其实呢 我们现时的家居里面呢 是有很多家居啊 是用那些 那些 甲板呢 是做出来的 那也都很多装修那里呢 都有很多甲串的 那这些一种是很强的 是致癌的气体呢 那还有冬和脂体呢 这些是通常呢 是那些花肝癌啊 水泥啊 瓷砖里面有的 那这些这样的地方呢 是就是经过那些空隙呢 就会走到室内的 那很多时候呢 就通过呼吸道呢 就会入到我们人体了 时间长了呢 就会有发肺癌了 那我们只要每天呢 是开窗半个钟头呢 冬的浓度呢 就可以减低到室外的伤痛了 那另外呢 天然气 香港也用很多天然气那些煮食的呢 烧了之后呢 亦都会产生冬的 所以在厨房煮食的时候 烧水的时候呢 最好就是打开窗 是呀 那就是关了那些门 因为始终厨房门呢 和客厅啊 都会连接的 那早在厨房煮食的时候呢 尽量呢 就是最好就可以 就是可以关到那门 那当然了 在外国有时候呢 很多这些所谓叫做 开放式的厨房 那 但中国人呢 就比较少的 因为 在外国呢 煮食比较少一些 很多开放式的厨房呢 可能用一些烤炉啊 不会像中国呢 是炒啊 送啊那些这样的 那些这样的 那但是要知道呢 我们室内的空气污染呢 其实是比室外更差的 那但是很多人呢 是一种错觉的 那样的那些东西呢 因为经常都以为呢 那些呢 那些呢 那样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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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把屋内的窗户尽量打开 透透外面的空气 第三,每日要多喝点水 根据新英格伦医学杂志报导 每日多喝水的男性患膀胱癌的风险将会减少一半 而女性患膀胱癌的风险也会降低45% 因为喝水可以增加排尿 排尿次数可以将其中可以刺激膀胱黏膜 膀胱有害的物质 例如尿素、尿酸等排出体外 所以喝水是很重要的 而且很简单的饮水不是饮品 是不同的 第四就是多吃点蒜和葱来吃东西 专家的经验研究 大蒜素是有抗癌的作用 可以减低人体里面致癌的亚硝酸盐的含量 亚硝酸盐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香肠、火腿、烟制过的食物 含有很多亚硝酸盐 研究表示大多数吃大蒜的人 得胃癌的风险会减低60% 亦可以减低胃癌的发病率 大蒜要怎么用呢? 最好就要磨碎 和充分结合了 才能够产生山的蒜素 而且非常不稳定 如果经过软热便会失去作用 中国人很多时候都会吃蒜 不过很多时候就拍了蒜 但接着就用油炸它 这个就不太好 最好就将大蒜 即生蒜磨碎了才生吃 或者混在蒜泥 和其他凉拌的材料里面 我记得我最近去东京去旅行 去玩 去食字里面去吃拉面 原来它很有趣 有很多一盒是蒜 蒜头生的 它还有一个工具 给你夹碎它 是的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即是用小蒜头生的 剥好了 用夹蒜的仪器 手持的很重要 很简单 一夹蒜蓉就走出来了 将这些生磨碎的蒜蓉 混在食物那边生吃 这个效果就会更加好 当然了 有些人喜欢吃生蒜头 不介意 看到它慢慢咬 慢慢咬 但当然了 记住 它的蒜蓉 要和空气结合了之后 效果更加好 好了 第五 就是晒太阳 晒太阳 晒太阳 肯定是一个最便宜的防癌方法 香港是主意眼而大的地方 由现在的原来夏天的时候 有很多太阳 通过晒太阳 可以增加人体里面的维生素D 的含量 都可以做到防癌的作用 前几段我和大家分享过 如果维他命D的補充剂 可以将癌风险减低70% 专家认为维他命D不足 是会增加患乳腺癌 结肠癌 前列腺癌 卵巢癌 和胃癌的风险 好了 第六 就是用肝毛巾擦背 原来日本曾经 出现一个用肝毛巾擦背的熱潮 其实这个在中国一直都有 中国很多浴室 现在都有的 可以用插背的方法 东京大学副校长 水野教授研究说 这个是可以收到防癌的作用 为什么会呢? 原来插背磨擦的时候 受益会激发背部皮下肌肉组织 里面一种细胞 能够起到吞食和破坏癌细胞 这些是可以用肌肉组织的作用 我们中国人一直都很喜欢 用这些生活保健的方法 原来日本研究了插背 就可以令到肌肉下面的细胞 吃吞食和破坏癌 所以这个很简单 香港人过去都很容易 在洗澡之后 花洒之后 或者在洗澡之前 用毛巾来大力拆背 有时用肝毛拆也可以 做淋巴的推动 背部就要用大毛巾来拖拉 第七 每日喝四杯绿茶 大家知道日本绿茶的文化很强 我们去日本旅行 很多时候都会有些茶道 其实其间都喝绿茶 日本人曾经花了九年的时间做一个调查 发现每日只要喝四五杯茶 就能够将癌的风险减低40% 有关的专家对绿茶的防癌作用 原来做了17年的研究 发现烏龙茶、绿茶、红茶 对口肝癌、肺癌、食道癌、肝癌 都有不错的预防作用 其中包括龙井、碧裸春、毛峰 这类在内的绿茶的效果是最佳显著的 原来防癌的成分是其他茶液的五倍 我相信龙井是很普通的 香港人有时候喝茶 他都会有龙井茶的选择 其他的碧豪春或者毛峰 可能在香港人一般来说 就不太普及了 但龙井是很简单 是很容易埋得到的绿茶 每天喝多些 喝4杯绿茶 第八就是小食糖 日本有份记录《愈何防癌症》 在一本书里有记录 当我们血液流过流肿的时候 其中有75%血糖都会被癌细胞消耗 成为滋养它的营养成分 即是说癌是喜欢吃糖的 所以如果你平时吃得多甜品 吃得多甜品 就会有问题了 这个是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里面指出来 每天只要喝两杯甜的饮品 患疑狀疑症癌的风险 就比一些不喝的人高出90% 你能够想到 真是很大 国际上一般认为 每人每天的糖的洩入量 应该是50克内 50克 一般来说 我们食物里面 很多已经隐蔽了的 加了的糖 所以我们尽量少吃甜品 还有我们在喝东西的时候需要甜的味 我们可以用一些甜曲精 西米亚 一些天然的代酮 或者西里陀 这些是我们陆上尔都可以买得到的 很多其他地方应该可以买得到的 一种天然的代酮 可以减少进食量分 第九 好 睡觉 其实睡觉 要起码有七个小时 美国癌症研究会 常常发现 每晚睡眠时间 少过七个小时的女性 患乳腺癌的 几率高达47% 原来因为在睡眠中 会产生一种褪黑激素 能够减缓女性体内的 痴激素的产生 从而达到了抑制乳腺癌的目的 而德国的睡眠专家都说 他中午一点钟 是人在白天里面 一个明显的睡眠高峰 那时刻一刻 亦都可以增强体内免疫 细胞的活跃力 是能够达到一定的防难作用 其实中国人一直都有这样的 五岁 即是五岁的习惯是一点钟 其实我记得我父亲也是 他在公司里面有一间房间 专门被他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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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 就是吃饭 中国人很喜欢吃饭 原来我们经常都说 要多点嘴咀 原来多嘴咀可以减低食物对消化度的负担 亦都会降低胃腸癌的风险 根据美国佐治亚大学的实现发言 原来我们口水有很强的灭菌作用 如果能够 现在可以导致我们肝癌的一种叫黄曲霉素 有很多花生里面是很多的 有这些负担菌是一个罪灰祸手来的 但如果我们能够在口里面 咀咀咀三十秒钟之内 会完全消失了 原来口水是杀菌 包括癌症的黄曲霉素的能力很强的 通常咀咀的时间是多少 一分钟咬一口饭 我们知道最好就是G230次才有矩防盐作用 我常常跟大家分享 其实肯定不是做的30次 但是最好是最少30次 通常我们认为 我们也是拾口Música 当食物测出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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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咀 C 你自己流下喉嚨,不需要勉強吞,這就是最好的 其實有得越來越好 吃飯的時候就不要太急 很可惜我見到很多地方,包括學校、工廠 他們吃東西的時間給的很短,有時只有20分鐘 我發現那些小朋友很多時候習慣了,就要狼吞虎嚴地吃午餐 這個是非常之不好的 記住,吃飯是一種保健的手法 吃東西就就就就就得了,也是一種防癌的方法 第十一,就發現喝豆漿可以防女性癌 根據美國癌症研究協會發現,乘飲豆漿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風險會大大降低 營養專家都說,因為豆漿有一種好似雌激素的物質 我們叫做大豆二黃酮 能夠做到耳架暖爭的作用 以及可以防癌的藥物的基礼很相似 它對所有與雌激素有關的癌症都有預防作用 例如乳腺癌,子宮內膜癌,胸頸癌和前列腺癌 但是,營養朱骨說,如果你已經患有癌的人,就不是這樣用了 這個最重要是防女性癌,就不是有癌的時候就作為一種治療 如果當年已經有癌症,就不要喝那麼多豆漿了 因為以免對癌細胞形成刺激 還有,患有消化性的溃揚、胃炎 痛風的人都要少喝一些 還有,喝豆漿就最好是自己磨 或者那些正當當的豆漿泡 如果不是,其實街邊有很多的豆漿 其實是用豆漿粉沖的 大豆二黃銅的含量就會很低 所以現在你看到香港很多人都喜歡買製豆漿機 可以買一些有機的黃豆 因為始終黃豆現在有很多基因 所以你要特別去買一些有機的非基因的黃豆 可以自己製造豆漿或者做豆腐 好了,第十二呢 發現就是紅酒 你知道很多人喜歡吃餐酒就會用紅酒 尤其是在吃肉的時候喝一杯紅酒 美國癌症學會研究對豬肉、牛肉、羊肉等紅肉的推薦 用食量是每一個星期大約500克左右 我記得在日本吃的漂亮的牛扒 它都有給你不同的尺寸 我記得一般的尺寸都是100克 如果你要大份一點就200克 這就是500克左右一個星期 吃得過多就會增加結腸癌的風險 最近一個研究發現 如果吃肉的時候同時喝一杯紅酒 因為紅酒裏面的多份 就可以防止肉在胃裏面分解成為有害的物質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 釀造紅酒的葡萄皮裏面 含了一種物質叫白露醇 對消化度硬症是有一定預防的作用 大家知道 這個白露露醇 現在很多時候都是用在一種很常見的 營養補充劑 多謝完醫生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有用的資訊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原醫生預約回診 25773798 可愛的聽眾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原醫生網上回診 可以打剛才那個電話 25773798 或者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ro.com 或者上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於你 就可以享受我們的節目了 多謝完醫生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掰掰 旅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旅創意健康店電話2882-4848 網址 www.healthshop.com.hk